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的是 他们却无法自行足潮 必须仰赖天然树洞来繁衍后代 也因此 他们成为了人类环境开发第一线的受害者 都市的快速扩张 让你狡猾找不到适合的树洞繁残产乱 只好在零次结比的楼房中寻求生存空间 甚至在排风管 冷气管 桥墩破洞中 也能看到嗷嗷代步的幼鸟 因此学会尝试以人工潮箱的方式来弥补天然树洞的不足 开始在地方施行人工潮箱实验计划 位在台中市雾峰区的疾风国小 就是响应设置人工潮箱实验计划的校园之一 走进疾风国小的校园 来到比较不受干扰的角落 才发现疾风国小为灵脚箱设置的人工潮箱 幸运的是 这些人工潮箱每年都有灵脚箱入驻 为了更方便观察 校方在潮箱上装设监视器 并配合学校的电视墙 让师生、家长与居民 一同观察灵脚箱的生活 与孕育幼鸟的过程 校园内也设置了台中唯一的专业环境教室 不仅模拟了潮箱的架设 也呈现灵脚箱的生长环境 使学生更加认识灵脚箱 并从中建立起环境保护的重要观念 就是我刚刚带你们去那边 去我们学校的边看的那个潮箱 它就是每年都有猫头鹰在里面做繁殖 每年持续不断 而且都有做详细的记录 然后我们可以藉由这种 他们的繁殖的情况 告诉小朋友说 保育了野生动物的生长的状况 它的生活的形态 零脚箱人工潮箱实验计划 虽然已经执行了16年 但终究无法完全地补偿 人们对于零脚箱造成的伤害 都市化与生态保育 不只是专家学者与保育团体的工作 更是所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同时 需要搭配政府的政策 民间的协助 从上而下的实施 才能让经济发展与生态保育区的平衡 让生活在这座岛屿的生物 都能更和睦地共处 也因为这则专题我发现了很多 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人跟动物 就是他们其实都在 不管是人在为这个环境努力 还有那些受伤的动物 他们想要 就是他们因为我们可能介入了环境 所以得到 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后果 然后他们也在努力了考复当中 就是看到了很多感动人的故事 也谢谢PayPal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的片子能够被大家看到 谢谢